大家好,欢迎收听到《望向快捕》 今天是6节目的日子2019年9月2日 这个人有我在纽西兰的以德投养 另外也有在纽西兰的社长Raymond 大家好 澳洲真bc 大家好 马来西亚马来近 大家好 台湾许乐山 大家好 加拿大加秦生 大家好 大家好,节目开始之前 刚听可以给个like 最好的分享给朋友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一按YouTube整个小时 他有新节目就会通知你 继续我们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和宣揚和平理性的声音 这个回来第三节 继续我们这个狗狗讲解系列 这一节我们就讲一下 如何拯救子女踏上暴徒不生路 哇,这句 是的 如果子女真的做了暴徒的话 真是不生路来的 很老实 我有个朋友 10年 10,不止10年 因为你中火 可能订燃烧弹 中身监禁放火 好像之前那样堆杂物在中火 就是终身监禁 是不单不生路 不归路 我当我举个例子 有个朋友 他突然间在Facebook 他不见了消失了 然后他说他曾经有一天 做了一些暴徒的行为 然后就很害怕 害怕到是 因为他之前在Facebook 有些很激烈的言论 他就开始害怕了 害怕到删除自己的Facebook 很多人都断绝了来往 断绝了联络 害怕自己随时会被捉 那些害怕 你想想 一个这么大个 可能差不多接近30岁的人 他自己做了一些 类似疑似暴徒的行为 已经害怕到这样 要三思 做完之后才会后悔 是不是 他一怕就随时被捉 他随时被捉 他们在害怕 我希望如果这一字 有些小朋友听到的 或者有些学生歌听到的 就想一想 别以为做了 打了口罩 或者怎么样 就捉不到 原来某些位置 我听到 是啊 叮一声 原来这样会捉回你的 穿桥 我就不想穿警察的桥 以前《古巨机》也有个广告说 不管后果 但还是会有后果的 各位同学 是啊 我想说 有时候你一时的冲动 当然你上了头时候 你不会想这句话 但是 其实 无浩如 collapsed 都讲得好 是多想嘩咩咩 多想想悟咩咩 就是 ум想味咩 就是你可以说 你当时你不怕死 但是我最怕你半死不残 各位同学 到时真的 剩掉一变脚 剩下的一变脚 意思是很不舒服 到时你真的生不如死 是吧 就好像最近期 肥佬黎一周刊网上版,他也访问了在荃湾 之前有一晚,不是825,有一次有白衫刀手,斩到其中一个 他没有被人斩,看到他的朋友被人斩,他回头去救他 谁知道自己被人斩到大腿或手,大腿就没有知觉 走路有人参赎,可能有时候你的年轻人 可能有一件事叫怡气,捨我其谁,出身入死,什么都好 但是到最后结果是这样的话,你成不成功得起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到要好激,或者要怎样,警察是怎样不好 其实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想起来很简单,如果那些朱凯迪受到恐吓或威胁,就是去报警 陈淑莲也是,陈淑莲也是 陈淑莲也是,陈淑莲也是强吻 有个支持者突然向他借吻,所以他要报警 我们再说一些前文后理 他们有个歪理,他们有个歪理 这班是公僕,所以我们叫他们做什么就要他们做 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其实是香港人典型的态度 我给钱就做大爷,其实他是这样的态度 对人的基本尊重都是没有的 就好像我之前说过一个例子 不过不要在这里说了,现在都是家长听的 辞引的,是 下次我们分享另一个例子 但其实就是香港的大爷心态是很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那些人上大陆就会显现出来 哦 是的,这一件事就很可惡 其实有时候 譬如那些食物不是很适合,然后又骂人一餐 然后又说要投诉 其实香港的酒店都是流的 如果香港人去香港的酒店 他们的酒店员工最恨的客人就是香港客人 这个是我听人说过的 澳门人也是 澳门做服务业的人都是最恨香港客人 因为香港人是最喜欢扮大爷的 那现在他就把这一件事 放在政府那里,就是扮大爷 还有年轻人,不知道现在的家长是怎样 如果真的很多都聘用了工人 还是怎样的 某程度上你都会让他们觉得 就算工人是聘用来帮你做事的 你都要尊重他 幸福是非必然的 要让子女要明白这件事 你今天有工人给你用 或者怎样都好 要明白这件事 有时候有些苦是要给你捱下才行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做了暴徒呢 某程度上也可能和他们太舒服 也有关 大家不知觉得会不会是这样 是的,其实以前我不理解 因为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大陆讀大学之前是要均分的 好像有些中学之前也要均分的 其实我以前觉得是洗脑 其实我朋友说其实都不是的 是短日子 但是都被小孩子捱下苦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训练得个人更加坚毅 训练他的毅力 有人说洗脑 西方也有的 西方也有 但是西方就不是叫均分 他那些叫做野外求生型 型 没错没错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那个目标是一样的 其实为什么就是 中西文化始终有个不一样 你见到香港 或者香港就没有 香港野外求生的那些都会有 野外定向的那些活动都会有 但是就不会有均分 因为香港人那个思维 其实绝大部分 那个想法的方法 都是殖民地式的 就是外国思维 不是完全的外国 不是真外国 但是有些东西 外国潜移默化了 那见到中国这些 一定要均分的地方 就觉得不当对 很讨厌 觉得人家很讨厌 但是其实他们不明白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强迫均分的 新加坡也有 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有没有 马来西亚都有 对 马来西亚都有 南韩那些都有 其实你想想想就知道 台湾以前也有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也有 不过很短的时间 现在很短 是 台湾以前只是兵役 现在的时间很短 那其实你要想想就是 整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以前有 鬼佬拿贓 现在就有 阿爷保护着你 那你就不用做这些东西了 香港人 其实这些已经很幸福了 就是你不做这些东西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你不做这些东西 就很难训练一个小朋友的坚毅 你在澳洲新西兰那些地方 通常都是野外求生营 小学已经玩的了 其实就是 就是和一班朋友在山上 通山跑的 是这样的 香港人就很少这些东西了 就算在香港你去旅行 你那个工人都会安排 所有装备呀 食物呀 水呀 给那些小孩 一定不会漏的 甚至乎戴上手机充满电 给他车车 晚上有机器打 那我们回回我们这次的主题 就是为何怕那些小朋友 怎样会成为暴徒呢 那他们现在的暴徒 其实都 不让他们成为暴徒的话 首先要令他们 不要相信暴徒的理论 暴徒有几大个理论 我们分开几个点来说 有一帮暴徒就会说 不满警察 就要向警察复仇 那些那样 那刚才我们轻轻都带过了 那警察 我们上一节也有说过 警察就是 他们的职责是怎样 那其中一个暴徒呢 那其中一些暴徒呢 就可能说 例如塞机场那些 要揽炒那些 揽炒那些 揽炒那些 这些要跟小朋友说一声 揽炒那些 父母 就是爸爸妈妈那些 工作了这么久 你住的地方 你有的生活 或者怎样都好 如果你觉得揽炒了 那对我公不公平呢 或者对你都公不公平呢 你原本有这些生活 为什么你会有这些生活 别人没有 或者为什么 揽炒了之后 是不是别人都会有同样的生活 有个好生活呢 或者这么说 就机场 如果有些小朋友 是很喜欢去日本 或者出内国玩的话 你那天就刚刚 趕不及班机 搞到你整个旅程 要延期了 甚至要禁止了 其实 你自己会不会开心呢 是吧 如果你带回那些旅客的话 这个是其一 那就是 还有那些暴徒 他们都很多 五花八门 他们说的原因 如果要看那些子女 是不是会认同那些暴徒 那你要问一问他们 那你为什么 你觉得他们做得对呢 你可以问一下他 你觉得他这样扔汽油弹 或者这样带着整个Full Gear 那样去打发的人 你觉得他对不对 就是如果他说 觉得这样做 对 对 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对 最重要是他 那些暴徒的哪一套 不如我把他的理论说出来 你看看你怎么搏 好 他们会说 因为这个政府不移 所以迫造我们要这样做 最流行是这样说的 是啊 因为我们和平示威 已经没有人听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做 我们已经没有路走 嗯 这件事情 其实 我觉得他们 是不了解 其实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政府不听 某一些意见的人说话 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更加明显 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更加明显 就是你小众的声音 是永远都是没有人听的 那么问题就是他们说的东西 很多诉求 不是大众要求的东西 所以他们之前说的东西 就是当然了 他说什么 争取双普选那些 其实那个是有共识的 社会是 就算是基本法也有写的 是会有双普选的 但是只不过是公民党 某些人将它扭到 它变了 就是 不知迟政改 那 那 当然这些历史问题 我不要再详细地说 因为再详细地说 我们就没有时间 那 那 那其实呢 我觉得最主要 现在要说的是 就是 他们说政府是不宜 那你给一些例子 我什么是不宜 你给一些实际的例子 不要只是说政府是不宜 你给一些实际的例子 是否政府不让你吃饭 是否政府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给你去赚钱 你答不答到我 或者政府是不是没有给你玩游戏 或者政府是不是搞到你衰到 连网都上不了 嗯 没有 没有给双普选 有 有一件事就是 我发觉 《苹果日报》 他们是把打游戏机 那种概念 放入文宣那里 连登很喜欢 打怪 我们要几多魔法师 打怪 打大佬 大佬一定有弱点 找到弱点去打他 这些是连登的暗号 那不可以直接说犯罪的话 他们有另一个就是说 你看看现在我们住劏房很惨 那根本和住监仓是没有分别的 那我们不这样做 已经没有推路了 那你可以问一下他 如果推倒了这个政府 那是不是没有人住劏房呢 哪一个可以担保没有啊 陈志全 毛孟静 郭榮 你假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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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成 你假成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你 我只是想補充一下 就是他们说到那些什么 政府不义啊 不义啊 就不会给你们有这么多次出来的游行 可以做到这么多的暴动 一早就用了实弹啦 不义 其实有一件事呢 他们说住劏房很惨 我想和香港的人说 其实外国很多地方 那个homelessness的情况很严重 就是有很多人是睡车 有很多人是睡帐篷 有很多人是睡街 那 香港你有劏房睡 就是当然环境真的不是十分好 那但是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 有时候 因为始终地是缺乏的 那这个地缺乏的源头 在哪里呢 那你就自己听一下我们其他节目讲咯 我们六月的节目已经讲了 今次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幕后黑手是哪个了 那你就听一下 就是听一下咯 听一下人家讲的理由合不合理 如果你觉得是 我们讲的东西是合理的话 那你可以不用你《苹果日报》讲那些东西 为什么呢 《苹果日报》就是纯粹造谣的 就是他纯粹就是 现在他可以找到的任何的political ally 他都找 他都绑住 但是他就 没有做到一件事就是 他没有厘清现在的实际问题 没有告诉大家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什么 还有背后的 实际 你这个反送中运动 实际得益的人是什么人 你自己也要想一下 究竟 如果你去冲 是没有钱收的 那你要问一下 你冲完之后 什么人登役 你不要跟我说 你是为了全香港的人去冲 不是啊 你现在已经冲散了 香港很大部分人的生计 这件事已经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那你自己再想一下 你现在在搞那些什么 超合作运动 或者KL运动 究竟是为了什么人去做的 是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自己如果真是争取到那五大诉求 你是不是真的有好处 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自己没有去暴动的 那五大诉求有两条都不跟你的事 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在中国大陆犯罪的 那条逃犯条例根本一点事都不跟你的事 不要相信那些什么在街市跟人争执 跟着他可以在上面搞你 将你由香港带上中国大陆 这些是不可能的 我们讲过很多次 我们讲到厚都臭的了 其实六月开始 都不是未到六月了 其实这条条例推了出来 其实是3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讲了 基本上这条条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有些台本身都是这样讲的 那条条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现在就冲了去极端的反送中位置 你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觉得我们是为某些人宣传 说我们很等钱花有些人 不是的 我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收共产党钱 去说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一定不会收共产党钱的 现实就是收共产党钱的人 有很多东西是会跟着那些党八股来说的 我们是严征法 我们还很恨这些党八股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家伙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没有了 那这些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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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